两感筋整条加湿拧干后挂上脖子 瞬间冰凉又舒爽 近期全台高温天气真的好热 现在市面上有多款两感筋 从几十块的到几百块的都有 我们实测加湿后的温度 百元的30度 50元的则是31度 如果再拿去一起运动 好 GO 在太阳底下两个人来回跑步运动一下 先来测测看人体温度 运动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实测看看两位的温度 这位是36.8度 而这位则是35.1度 测完温度后再分别带上两款两感筋 30秒后100元的从36.8度变成36.5度 确实有稍微降温 但相反的50元一条的两感筋 温度反而上升 是粉红色的一条吗 应该 因为它摸起来材质比较薄一点 这个应该比较凉吧 合用吧 对啊 因为很热的时候 冰的 应该是蛮凉的 实际让民众摸摸看 感受一下哪一款比较凉 因人而异 专家则表示市面上两感筋的材质 主要分为合成纤维 像是尼容 锯质纤维 但本身的导热系数就比较差 第二种则是吸水性的材料 加水后冰凉效果就会提升 两感筋主要是用对流的方式和传导 那首先它在反支的时候呢 用那个人造纤维增加多孔效应 那多孔性增加之后 就可以把水分放在里面 那那个布摸起来比较温暖呢 就是因为它的传导效果比较差 市面上两感筋白白款 天气热大家都想用一点凉爽小物 小小薯 哪一款效果最好 得自己实际用用看 才会知道 东森雪雪